推薦達標的夥伴一字排開 接手打架喝彩 跟大家分享一句話就是 基本上是有目標推薦就不是難事 因為上個月我現在推薦講座 我設定目標我要上台 所以這個月我就達標了這樣子 夥伴明確定下目標坚持不放棄 而這份動力就來自成功創業家的推薦故事 就夥伴跟我講說我不知道怎麼做案例 我不知道案例是是什麼 我只想問他你人生想要什麼 這個比較重要 分享者一路走來如何銷售 同時掌握推薦機會 鼓勵身邊夥伴都勇敢邁步向前 但別看藍寶石之系直銷商賴雅欣 在台上侃侃而談 他其實也曾經坐在台下 學習成功心法 一剛開始的時候 我在聽推薦講座的時候 我也不太了解說 怎麼樣跟人家交朋友 在有一場的推薦講座 我就聽到了台上一位明珠 他跟我們分享說 其實交朋友是很容易的 你只要記得帶著自己的微笑 然後你就很容易去認識新的朋友 那我開始聽完之後 我去調整自己了 我發現真的很好認識更多的人 鼓勵還在猶豫不決 找不到方向的夥伴能夠突破障礙 領導人豐富的實務經驗 讓夥伴們受益良多 更落實推薦人才 因為推薦可以讓我們不斷地找到人才 才能讓我們的主持網不斷地成長 我們也才能夠擁有真正的 不再值得收入跟保障 這樣子也可以幫助更多人 過更好的生活 實現創辦人的理念 我覺得年輕人就是 因為沒有錢沒有人脈 也沒有就是有很多的能力 但是案例的推薦 可以讓我們有更大的主持網更大 讓我們在案例事業發展得更長遠 達成目標的喜悅 向夥伴們分享 如何掌握推薦新法 開拓事業新事業 成為他人的創業動力 因為邁向成功的這條路 大家新手前進永遠不孤單 安心環珍 楊敬 台北報導